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地圈的婚臨新聞 明年台灣頂規將要在婚臨內頂到 後悔母親入者也配合合黨 替這相關的產品美國大家來選月 入者表示明年就是假年 所以做了這麼多假作行的母親 頂規主庭除了後悔也還有北港 所以也做了這麼多新民母親 才都有花咕咕水 因為年底占對著大陸購母親 歡慶瀟的歲就不夠期了 以此臨國流也表現中央可以再演技 等待第一次經營穩定了 再來開放 有營業還有立體 這各種造型的家公仔母親 就是後悔母親入者 配合每年的頂規 還要從婚臨來進行 所推出的新產品 這裡放出來沒多久 就欠很多人的坑說 嗯還不錯還蠻可愛的 會出動想要來 會啊因為剛好 有植子可以買回去給他玩 這樣子 不錯啊 很有創意 每年雞年齁 我們還有一些雞子的造型 母親出來的時候 要去讓我們全國民族看 說台灣的民族實在有夠讚 這段每年由婚臨主辦的台灣頂規 主張婚操購購購購購購購 在這裡讓大家看到 好美的毛巾頂的重新循環 也配合北京的宗教文化 推出只有電視的新名毛巾 我們要研發一套 生命公仔系列的產品 有媽祖、順風兒跟千里眼 代表我們整個台灣的文化 然後還有財神也 武戶財神也這樣 跟我們的廟宇文化結合 希望說可以把我們台灣的 最傳統的文化呢 可以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為中央對大陸所進行的 蓋母親環境消稅 來保護在地母親散業 在今年中要告一段落落 接著林國良表示 他希望政府可以來演技 我們把這個環境下的措施 改變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看不到就是 我們這個說 頭上有希望沒有 所以說他們第二次看不到要走 不知道什麼 所以我希望政府的時候 可以繼續更加增 第三面的環境消稅的時候 讓我們第二次看得到 人人都可以去做 面對中央開放的 毛巾市長 新一代入家林祖君表師 已經為創新型最大的競爭力 前往我們是沒辦法外銷 但是藉由這樣的造型毛巾的一個方式 我們現在陸續的接到 國外的客製的訂單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希望的 所以還是創新 在骨中造型的毛巾是很可愛 藥者也要讓消費者了解 現在毛巾不可以使用 也可以是一個很美麗的總食品 其中真心藏不到 有人可以填補給我 很美麗的總食品